右撕炒折皮这道菜非常的好吃 需要火候 需要速度 需要技巧 网友们观看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好 网友留言呢 要求做一道右撕炒折皮 感谢这位网友的大力支持和信 天天修做菜 健康自然来 看一下今天准备的食材 买回这折皮 提前三个小时泡上 勤换两面水 泡去盐味 来 下面先切点料头 葱姜蒜 切成馅片 放在盘中备用 准备点香菜梗 切成段 青红椒配色 切成丝 放在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铁脊 把半斤去掉 切成两毫米 薄厚均匀的片 再切成粗细均匀的丝 切好以后 放在清水管上 洗去血水 有效的去腥 转干水分备用 把油丝转干水分 然后下点底味 放入一点点的盐 放入点胡椒粉 少来点料酒 放入大约打印价 二十多克的水 二十多克的水 给油丝制嫩 不要一次打热 我抓一会儿 这样的油丝才累 放入老抽 给油丝上下色 要不油丝滑出来白痴拉骨的 抓均匀 放入大约十克的淀粉 上一层姜 薄薄的一层姜 上一板里面都打个蛋清 咱们家庭就不要打 蛋黄不好处 抓均匀以后 放点食用油 起到隔离作用 锁住油 拥养手的水分 抓均匀 备用 将泡好的折皮 切成三毫米粗细均匀的丝 不要太细 因为这一受热 它收缩 切好以后 放在盘中 找个空碗 咱们兑个碗汁 又丝炒折皮丝 这道菜属于爆炒 速度一定要快 不能超过15秒 所以说先把汁兑上 放入盐一克多 放入味精 放入白糖 一克多点提鲜 起到综合味道 放入生抽 海鲜煎肉都可以提鲜 少来一点老抽 调色 放入胡椒粉 放入泡好的水淀粉 不要放的太多 别把芡打得太粘 少点放 咱们后续可以加 搅拌去备用 勺子放入水 把水烧开 折皮略微烫一下 让它收缩一下 要不烫 一炒脱水 脱水 它不能烫老 把水烧开以后 放入半勺的凉水 也就是70度左右 放入椒皮 一二三四五六秒 马上捞出 控干水深 备用 不要烫时间长 烫时间长 折皮就收缩没了 把烧烧热 放点食用油 晕一下烧 防止滑油丝摘烧 烧至冒烟 倒出 入凉油 油温不要太高 滑油丝也就是三次成热 放入香好的柚絲 用筷子滑倒 滑开 滑散 油温一定不要烫 不要把柚絲滑老了 把柚絲散开 涮起去 倒出 放入水用油 放入葱姜蒜 下大火 煮多大火 开多大火 炒出香味 先放入配料 翻炒两下 放入香菜干碗 放入肉丝 速度要快 翻炒两下 点入料酒 香菜干碗 放入海蜇枝 混合 拷肉 材料 放入海蜇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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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海蜇枝 要放入口水 放入海蜇枝 烧水 点入材料油 酸拌均匀 一看看 一定要不出汤 这叫爆炭 关火出炒 来 酸炭 这叫爆炭 还要保持 香菜 这配料的清脆 好 又丝炒折皮丝完成 好 朋友们来我替大家跟这位网友品尝一下 记住过程这道菜非常的难炒 比咱们炒的绿豆芽还难炒 一定要速的要快 超折皮丝钱 六七成的水一定要高凉水 要快速的不要超过五六秒就捞出 超过多钱也要尽量快 咱们炒多半天不出汤 是相当不容易的 能做到这一点 就这道菜 几乎炒八九十多里脱水 来 可提大家品尝一口 入口啊 折皮非常的精脆 咸咸实意 这道菜非常的好吃 感谢网友们的大力支持 有什么要求请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